創意比財 盡在運通 那今天抽換盤跌102點 量是擴增到1131億 好 現在很多投資朋友就開始慌了 哇 今天跌這麼多 那再來要怎麼辦 那手頭上電子股要怎麼辦 對不對 好 OK 那我們先來談談 所以我節目一開始 我先跟各位講這個東西 一般的投資朋友 他手頭上大部分是電子股 那為了想要讓投資朋友 大概了解一下 那我們先來談這個東西 電子 好 OK 電子目前是在這個地方 在這裡 好 來到這個地方 當然它呈現的是一個什麼破線 這一定是破線 今天破線嘛 好 OK 那這個高點我之前這裡算出來 好 這就不用談了 你要的是未來嘛 對不對 所以看郭憲政電視節目 我可以教各位 好 OK 我們看到後面喔 好 由這一段來算 所以投資朋友你要學的是這種技術分析 不是事後才知道技術分析 看這個 看這個 這裡 369.9跟373 這是電子加權 來到這附近 它就是所謂的多底區 那一般投資朋友跌下來的時候 你反而認為這裡是不好 事實上 我跟各位講 注意看這裡 再看這裡 頂多盤一下 它還是要往上漲 重點是 你要事先把它給算出來 對不對 我不用看它後面 要事先跟哥談 由這一段算出來就在這裡 那現在在這個地方 所以押回的部分 你必須要站在多方做一個所謂思考 了解嗎 但是呢 漲多的電子股 你就不要去做追加的動作 那你要去 現在是買碟式的 然後呢 再相對低檔的一個所謂股票 等一下我會講 就比如講我測標旁邊寫的這些所謂股票 好 OK 那我們先來談談 昨天預告給各位的 4月14號講4月15號 我說9676 9673 961 9610 所以昨天告訴各位 今天的一個 加權的多底在這裡 空底在這裡 好 那一開盤 來 一開盤 呈現的是一個所謂的大碟 開盤開在這個地方 對不對 9.5分這一根 好 那我們說 沒看到的時候 你怎麼去事先算出 它那個所謂的高底點 那這種技術分析 我在免費技術幫 我會教各位 OK 我們看到後面喔 你要看的節目是這種 事先規劃的 然後呢 再跟各位講的 那教各位的 來 94 9634 如果今天來到9634以上 屬於超漲 如果跌破9550以下 屬於超跌 好 OK 我會差距一點 好 OK 那今天最低呢 我開盤一下 調整一下 最低點到9508 但是收盤點9504 那高點 我說9634屬於超漲 9634大概這個地方 如果你懂的時候 你不會在這裡買 你可以避掉這一段的一個 所以下殺風險 然後跌破9550以下 加權以下 你要站在多方 也就是說 你事先算出來 一開盤就知道 9634以上屬於超漲 今天最高 9654 然後跌破9550以下 屬於超跌 今天最低 9508 收盤9540 你就是要欧洲問 夠好啊 不是事後 事後才跟你解釋 怎麼樣怎麼樣 那沒有用 就跟我剛剛跟各位講過 這個很重要 所有的分析師 不會跟各位講這個 沒看到 我就已經跟各位講 這裡是多底區 369.9 跟373.5 那 今天 最低 它已經來到373 已經進入這個 所謂的 多底區 這個多底 這個叫強烈多底 那 這種技術分析 你哪裡可以學得到 我免費技術班 好 那我跟各位講 來 本來 各位有沒有去注意 我上個禮拜 我本來每個禮拜 在台北都免費技術班 對不對 交投資朋友 我就跟各位講說 不知道什麼時候 我要關門 所以我上個禮拜 台北沒有技術班 對不對 那很多人呢 搞不清楚 就打電話來我們公司報名 跟我們的助理講 我要參加老師的那個禮拜五 或是禮拜六 在台北的免費技術班 結果我們的業務人員 這些助理跟他講說沒有 好多人 那 後來因為人數太多了 對不對 所以我這個禮拜 再加班一次 我本來是準備要把它關閉了 所以我說這個禮拜五 這個禮拜五晚上 就四月十七號晚上 台北免費技術班 注意的是免費的 你來我會教你什麼 加權 個股加權 如何低買高賣的秘技 那很多人都很清楚 那我之前可曾買在二三四以下 對不對 宏道店一二零到一三零叫你用力買 然後連南電叫你四十塊買 雅光叫你四十塊買 志冠叫你七十塊買 對不對 郁金光叫你八十塊買 是不是都在低點 為什麼我會算 你來我會教各位 告訴你 帶著你計算機到免費七十萬 我教你如果用計算機去算出 一檔股票的高點跟低點 那對你有什麼好處 你未來就不會看到一檔股票 漲上來你就去追 看到跌下去你就去砍 因為你事先把高點跟低點算出來 拿到低點很多人不敢買 那那個是多底區你就買 那重點是我只會交三關價嗎 不值喔不值喔 我還用趨勢轉折 然後雙關價 還有我不方便在節目上面講的密集跟各位講 所以我就跟各位講說 很多人到免費技術班曾經跟我講 老師我參加這麼多的一個所謂的演講會 你的技術分析可以事先算出來 而且不只一種 非常非常的好用 那這有沒有關係到 對你有沒有幫助 有沒有關係到你的錢財問題 所以我說你做高票 如果不知道一檔股票的高點跟低點 到我的免費技術班 來這邊 我沒有再跟各位湊蓋喔 你來一次你就會算 我會教你 我願意免費教各位 免費教各位 那上禮拜我本來要把它close 那太多人 太多人要求了 然後呢 就 這一次禮拜五再加班 好 OK 那個股的一個是低買高賣 還有安全選股的一個技巧所公開 安全技巧的一個所謂所公開 好 怎麼去選 這是我第一次去做公開 還有2015年台股的一個所謂的高點跟低點 如果去做運算 那這一波的高點在什麼地方 低點在什麼地方 我會用 我很多不方便在節目上面講的秘技 我會教你 好 如果是預算 隔日的漲跌跟點數 隔日的漲跌跟點數 那現場你鎖住上的股票 每一檔我都會幫你做檢視 好 禮拜五在台北 那禮拜六的話 是在這個禮拜六 4月18號禮拜六 早上是在高雄 那下午是在台中 我很久沒有去中南部了 那中南部的投資朋友 這一次機會來了 你可以學著看 我說今天到文主公有來保備 你來一次 你不用錢 反正你跟我有緣 我就會教你 然後你來 你帶著你手上的股票 我每一檔每一檔幫你做檢視 就比來講 來 我之前跟各位講過 原相 這裡面看到的時候 我告訴各位 113到123 你要跑 這原相 現在已經來到這邊 你有來學的 你這裡二十幾塊 你可以逼掉 那原相未來會跌到哪裡 你會不會算 我會算啊 那我用原相這檔做例子 那其他股票 怎麼去算 它有一個原則 有一個技術 它怎麼去做一個所謂運算 當然這每一檔 你到我免費技術班 我會教各位 好 再來看一下 我昨天跟各位講的 這一檔 這一檔叫 6166的林華 我沒看到後面 對不對 我沒看到後面 但是我事先 昨天在節目上面跟各位講 這個地方叫空底區 這叫林華 這地方在空底區 你第一檔不買 這裡你就不能買 了解嗎 那未來它會壓回到什麼地方 你知不知道 對不對 好 包括3673的TPK 這些都是 我跟頭這麼談的 你不要去做追加的動作了 來 比講這TPK 之前 這個147 我再免費技術班交出來 149 這裡就有底檔 然後這裡都沒看到 告訴你232到229 這裡就是空底區 來到這兩個價位 你就不要追 這裡真的到23幾 23幾 23幾 這最高來到25幾 你已經知道這裡是空底區了 雙技術的空底區 你怎麼可能會在這裡買 現在在這裡 這一段呢 很多人買在240、250 因為你看到利多消息嘛 你就衝進去嘛 蘋果的供應鏈嘛 那很多人看好 不然你也稍微尊重加一下 我正常說 你不相信我的人家 不然你也會相信我百倍拿去 對啊 你這一段能不能避開 就包括來 2409有檔 我這裡都沒看到的時候 來 這裡都沒看到 不是告訴各位 這裡是高檔 有達 這是很多人手錄上有的股票 最高老大19.15 現在來到這邊 這裡差距4塊錢 兩成半 你沒來聽我就沒辦法了 你沒來聽我就沒辦法了 所以我跟各位講的是 你帶著你的計算機到我免費技術幫 我每一檔 我加你怎麼去算 好 安全懸骨的技巧所公開 好 這裡 我大概講一下 你注意看喔 這是我的 來 來 這個點 來 看這裡 這是我自己的技術 外面沒有 怎麼去挑 怎麼去選 你看 已經在選股了 你要講說 老師 這些技術指標怎麼來的 這都是我特殊的技術分析 那 不然你再看這一個地方 你看喔 這裡還有郭憲政三個字 這些都是我的特殊技術分析 你來 我教你怎麼去選 怎麼去選檔股票在低檔 對不對 剛剛這個在跑 這就是一個所謂的技術分析 那 你不用用到軟體 帶著你計算機到免費技術幫 我教你 這叫做安全懸骨的首公開 告股與加權的低買高賣的一個所謂秘技 對不對 就比例來講 我告訴你 這個不要追 我告訴你這個不要追 我告訴你可誠不要追 對不對 那我告訴你可誠不要追的時候 我說你要買凱聖 對不對 凱聖是不是在低檔 你告訴我 凱聖這裡是在低檔還是高檔 我在低檔買 我在做股票一定都是低買 低買 這就是很多投資朋友欠缺的 我問你 你要 你是要去幫人家抬轎 去追股票 還是想要在低檔買 那如果一檔股票 他低檔沒有到 你就不要去管他 反正一千多檔你都可以去選 怎麼去選 帶著你計算機到免費計算 我教你 這種技術分析 我跟各位講 以前 你要到你要參加我的這種技術班 你可能要花很多錢 但是現在一塊錢都不用各位花 你可以學得到 因為你跟我有緣 我也跟各位講 我就是看不慣很多的投資朋友 追漲殺跌 輸了很慘 所以我想要交一些投資朋友 救一些投資朋友 那很多人有來學 我就會教 好 那2015年 台股的高點跟低點 如果事先做預算 那這有秘技 我不方便在節目上面講 你來我教各位 如果事先預算 隔日的漲跌跟點數 你長期看我電視節目 那我今天就是講 明天的一個水位 要漲或是要跌 或是甚至他的一個水位 點數怎麼去算的 那你說 好不好用 利不厲害 準確度 起碼90%以上 你說是不是 我有騙過各位嗎 你自己在看節目 你自己心知肚明 這些我都會教各位 那在現場帶著你的持股來 現場來檢視你的持股 那有任何問題 或是要去免費急速班的 4月17號在台北 4月18號在高雄跟台中 那注意廣告中時段電話 座位有限 座位有限 儘早報名 以免位置不夠 沒辦法進入會場 那我們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現場 再跟各位繼續談 好 4月17號 台北的免費急速班 本來已經關閉了 現在再重新開發 還有4月18號 高雄跟台中 中南部的投資朋友 一定要來聽 你來 今天跟我們主公 有來保比 帶著你的計算機到免費急速班 我教你如果事先預算 加權的一個所謂高低轉折點 還有選股的一個所謂低買高賣的秘技 還有如果事先預算 明日要漲或是要跌 跟他的一個所謂點數 還有台股今年的高低轉折點 那你手楼上的股票 你有來問我就必答 想要賺錢學技術 然後到我們免費技術班 請播 02-2389-8689 02-2389-8689 座位有限 儘早報名 您是要消極的等待機會 還是要積極的創造獲利 其他台股當您啟動至聖的關鍵 發現財富的鑰匙 勇敢做出您明智的選擇 知情再見 02-2389-8689 02-2389-8689 古海茫茫千變萬化 多空趨勢如何掌握 其實你可以有更好的選擇 啟發頭顧 卓越理財團隊 整合優勢資源 以領先實力和一流績效 成就您的財富和美好人生 最好的選擇 永遠只有一個 啟發頭顧 02-2389-8689 2389-8689 冷氣調高點 風景美一點 燈光調暗點 氣氛好一點 節電 是今夏最美麗的流行 好 之前有跟各位談過了 可成不要追 你要買凱聖 那今天大盤跌了100多點 凱聖今天平盤 好 那你怎麼去抓他 好 我在這裡做一次的示範 好 那其他的股票 怎麼去看的怎麼去抓的 那有一個所謂技術原則 帶著你計算機到免費技術班 尤其中南部的投資朋友 你要加油了 這種免費的很多人在學 那你晚報名的話 可能沒有座位 先跟各位講 這裡 我就跟各位講 這種技術分析你外面學不到 股價在這一段 由這一段我就可以算出 它未來的高檔 高檔 空底區就是在高檔 相對高 然後就順便算出到 未來的一個所謂低檔 相對低 好 OK 我聽我這樣講完 你了解嗎 好 這裡就不能買 這裡200塊附近都是賣點 然後我跟各位講說 如果回來 有沒有事先算出來 163這附近 你要用力買 這裡有價 來 請拉近一點 凱勝163 這裡最低多少 你自己看 我把它放大 164 對不對 為什麼我可以事先算出 好 OK 你學到以後 你就不會在這裡買 不會在這裡買 不會在這裡買 那第一次壓回的時候 你會在170這裡買 這裡都是買點 對不對 一次不過 兩次不過 然後再下來 它一定會來到這個點 對不對 這裡 就是這裡 那這裡就是賣點 這裡是賣點賣點 因為這裡就算好了 那第一次碰多頭抵抗區 它一定會反彈 然後呢 反彈3不過 一定會破線 來到這個點 強烈空底區 多底區 那就在這裡 那 我試問各位 凱勝這個點 是高點還是低點 我一直跟各位講 台灣投資本做股票 如果你不是 押回整理碟市買 凱勝這裡是不是 押回整理碟市 這才叫做分析 這才叫做投股老師 不是每天在講 我賺多少賺多少 那個都已經計成事實 對你一點幫助都沒有 對不對 你看那種 那種你自己來 你自己上台 你自己來講也可以 因為已經漲了一段 每個人都滿會講 我在講的都是在 扣低轉折來到多底區 在相對低檔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它的周線 這凱勝的喔 周線喔 你有沒有看到 它已經扣低轉折 所以代表它一漲難跌 那今天大盤跌一百多點 它已經 它是不是強制股 對啊沒有跌 這就是這樣子看啊 3406玉金光 來 我是不是跟各位講 之前有告訴你 這裡高點 這裡算出來高點 低點高點 低點高點 然後下來 我是不是在節目上面講 我都沒看到 告訴你 玉金光這裡是低檔 那你想 玉金光拿到這邊破線 不可以買 它反而是哪一點 那為什麼 我懂得 這裡買 這裡低檔 這裡賣 這裡高檔 這裡買 這裡低檔 這裡賣 這裡高檔 這裡買 這裡低檔 這裡賣 這裡高檔 對不對 這都事先算出來的喔 對不對 這邊賣貨不看好 不看好 所以我一直跟各位講 你首先算一下嘛 來 再加你這樣算 沒關係 那如果你走上其他股票 不知道怎麼算 沒關係 走到我們中國人來博比 帶整個計算機到免費技術班 這個禮拜六 這個禮拜五在台北 禮拜六在台北 台中高雄 尤其中南部的投資朋友 我很久沒有下去了 到那邊 你有來問我就必答 帶著你計算機來 我會教你 你未來會變高手 只要計算機 你就搞定 我會教各位 那為了 座位是 事實上是有限的 那 提早 預定座位 以免相遇 廣告中收到電話 祝哥明天操板勝利 好 我教各位都事先預算技術 讓你體驗 事先知道一檔股票 或加權的高低點 那對你是一個時候的大幫助 你在股市裡面 大賺小賺都是賺 你永遠不會追漲殺跌 那4月17號在台北 4月18號在高雄跟台中 帶著你計算機到免費技術班來 只要你有來問我就必答 那教你的技術分析 完全都是免費 而且你一輩子受用 對你的操作 非常的有幫助 那提早報名 以免相遇 速播 022389 8689 022389 8689 把握良金 您是要消極地等待機會 還是要積極地創造獲利 使他朋友當年啟動至聖的關鍵 發現財富的鑰匙 勇敢做出您明智的選擇 咨詢追見 022389 8689 022389 8689 古海茫茫千變萬化 多空趨勢如何掌握 其實你可以有更好的選擇 啟發頭顧 卓越理財團隊 整合優勢資源 以領先實力和一流績效 成就您的財富和美好人生 最好的選擇 永遠只有一個 啟發頭顧 022389 8689 2389 8689 您是要消極地等待機會 還是要積極地創造獲利 使他朋友當年啟動至聖的關鍵 發現財富的鑰匙 勇敢做出您明智的選擇 咨詢追見 022389 8689 022389 8689 小帶開心的開車車 一家人歡歡喜喜的出去旅遊 好妙喔 衛西安全帶致死率 為有些安全帶的1.6倍 安全帶應該確實繞過肩部 以斜向通過胸前 小朋友要避免安全帶纏繞緊步 避復使用安全帶 應將腰帶移至腹部下方 以免撞擊堂害腹中的胎兒喔 安全帶來新幸福 緊緊細處全家補高工具關心平喔 一場 揍一場 讓衣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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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幹嘛讓他們來 讓衣裳 回去一點 你應該可以加醉 發現惡衣B車請你跟我這樣做 一 小心地上 二 安全落下衣裳 三 向國道公路警察罰 這麼多 馬衣裳 很舒服